香港国际旅游展2024 由今天起一年四日 就会在湾仔汇展一号馆那里举行 接下来计划去旅游的朋友 你们想去哪里呢? 今年是疫情后第四次实体旅游展 面对旅游业迈向全面复苏 旅游展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为了配合大会主题重新探索世界 今年有500间参展商 来自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开幕礼当日还请来国家省师队 表演高难度跳桩 为旅游展打响头炮 近年香港人喜欢北上旅游 今年中国内地17个省市 联合做了一个庞大的展团 展览以高铁为基本造型 还可以和太空人红猫拍照打卡 和试着汉服 至于日本和韩国 就是香港人最日本的旅游地点 而今年的日韩展区也很有特色 日本大家都很熟悉 但47个都道府縣 大家又制霸了没有 今年就有日本多个縣有份参展 推广当地最新旅游资讯 而韩国展区 更加有现时最热的颜色测试 又有得玩 又可以多知些韩国旅游资讯 给大家紧贴韩风 今年我们国家地区新的特别多 你说比较冷漫的, 我说几个地区 例如来自中亚 你看到后面我们有哈萨赫 包括吉尔吉斯亦都有 另外中东的我们有若旦亚和序里亚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去过 另外非洲的我们也有坦桑尼亚 埃松河比亚都有 但是可能听到这些浪漫国家 香港人不太熟悉, 会有些却簿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他们呢 所以我们的展览很齐全 除了一些热漫国家地区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配套式的服务 包括譬如说你出外需要求助 我们有入境处 入境处其实也参加了五年 所以他的资讯可以提供市民 另外我们今年也有一些新的医疗顾问 譬如我出去哪些浪漫国家地区 我可能要打疫疗 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他 很多人都喜欢去欧洲 欧洲除了自由行之外 还有不同的玩法 譬如自驾游艇 你也可以试试 还没想到去哪里 不要紧 因为由明天下午两点 至星期日为止 这里都会开放给公众 所以大家不妨来看看 期间还有七八十个讲座 包括有不同的KOL、旅游达人 和网红等等 去分享他们的旅游心得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